手臂烫伤案例 2016年9月6日 参加完原始点公益讲座回家的路上 车辆发生了一点小故障 手臂不慎被汽车水箱的水烫伤 脸部也有轻微烫伤 烫伤后立即涂抹浆膏 运30分钟 手臂起了很多水泡 手腕有一块破皮 9月6日 烫伤一小时后撒上姜粉 大碗回到家 敷姜泥姜汤与姜粉调制 用纱布包扎 暖暖包温敷 肘布 肩布 背部原始点 用暖暖包温敷 9月7日 第二天早上用温姜汤 清理掉姜泥 继续浮姜泥 9月9日 第四天 9月11日 第六天 改用姜膏涂抹 破皮处用姜粉 9月13日 第八天 烫伤的皮肤开始脱落 9月15日 第十天 新的皮肤长出来了 9月17日 第十二天 用姜膏涂抹 9月18日 第十三天 已经康复 前后比对 第一天 第十三天 处理心得 一 能及时地得到处理 得意于烫伤当时 车上有姜粉 姜汤 姜贴 姜糕 与暖暖包等热源 敷上姜糕后 撒上姜粉 疼痛 约一个小时后减轻 二 烫伤后 按推 肘布原始点 非常疼痛 平时按推 只有酸痛感 充分地说明热源不足 加重了体伤 三 当晚回到家 全面地用上热源 水泡 用针扎破 一小洞 将水挤出 整个晚上 都没有疼痛感 中间只醒了一次 四 能在十几天 处理好自己的烫伤 源自于我对原始点的坚信 原始点 让我在人生的路途上 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感恩推广站志工老师的协助 感恩所有传播原始点的志工老师 感恩张医师研发了原始点 并无私地奉献给全人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